看什么看 滚蛋 你不是说好了 当天就让我出来的吗 行了 别叫蛆了 在里面不是没让你受罪吗 你看看我这身衣裳 都 都成什么样了 我这脸往哪儿割啊我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魏大爷也是有身份的人 我可告诉你 我那些货全被毁了 你知道那些货值多少钱吗 可可我这劳我也不是白做的 你知道是谁把咱们给告了吗 谁啊 姓关的关后谱 又是这小子 我找他做了他就 行了 做什么做 你这个时候要是做了他的话 别人会明白里面的关系 不是 那 等这件事过了之后 再好好收拾他 什么 开药行 你又不是没开过 那么惊讶干嘛 可是 我们官家这个小医馆 我都只能勉强应付 现在要开药行 后婆 你只告诉我 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 龙家卖假药 卖刺药 欺骗老百姓 你真的看得下去吗 当然不能 我上次不就是 那就对了 我们就在龙家 鸡膳堂对面开店 行医卖药 请你和你爹来做堂 我就不信 敌不过一个弄虚做假的龙家 可是 你跟龙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的 我看不惯他们做事 人命关天的事 马虎不得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就算不为了你的前仇旧恨 单指 既得行善 这事不是也该做吗 沐儿姑娘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 就跟我说句实话 你想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我知道你心善 但我想知道你的真实目的 虽然我很想打败龙家 但我也不想当做别人的工具 但我也不想当做别人的工具 你也想让我当成功 我建议就是 如果你对我好 和我亲近 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 弃龙五生的话 不是为了这个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婆 你这个人 什么都挺好的 就是做事太犹豫不决了 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你知道吗 你总是顾忌这个 顾忌那个的 这是因为你这样 周静心没有嫁给你 而进了龙家 龙铃生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死心 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 摆在你面前 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忘了你的伤 静心的伤 还有你爹受的委屈吗 我只是 不想稀里糊涂地 就 我帮你开店 是因为 我喜欢你 什么 我喜欢你 后婆 我想帮你 我看龙家欺负你 我难受 不 这 婆儿姑娘 我 你 你 就当没听见好了 也别说什么 也别问了 我知道 你的心 都在周姑娘身上 所以 不用和我解释什么 我想赚钱 我想帮你 你要报仇 我们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 我不能 我不用你做什么的 只要你做好一个掌柜的 做好一个医生 我帮你 我也有利可图 所以你不欠我什么的 对吧 可是 别可是了 开好药铺 打败龙家 这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我 来 谢谢 来 里面请 里面请 谢谢 里面请 谢谢 武装 你看看 店都开到咱们对面了 你也不着急 开店是每个人的自由 谁要想开谁就可以开啊 武装 你这一点都不生气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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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比我更难受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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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后大家哪里不舒服 就直接来回顺堂好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来 大家进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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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尔 武生 你是来真的 你说什么 你没有必要找关后普这样的人 托付终身的 我没有说我要托付终身啊 你把钱借给他 你帮他开店 你接下来 还要帮他做什么 武生 你这个样子 别人会以为你在吃醋 你开你的店 我做我的生意 我们彼此照应 不是挺好的吗 你管这叫照应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何必那么在意呢 是 普尔 我是好心提醒你 武生 多谢了 关后普就是一 专门靠女人吃饭的人 我不是傻子 我心里有数 关后普是不是靠女人吃饭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 你把钱贴给他 武生 是吧 你 prayers 比较啊 是? 我真的不明白那个姓关的用了什么方法 让每个女人都死心塌地的去帮她 去爱她 武生 我们之前关系很好 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 官后不现在是我店里的人 请你以后说话 口下留得 皇府长爷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不是明摆着跟咱们过不去吗 我非收拾他们不可 来 你倒好啊 人家说要开店 你就让人家开店 人家说要做生意 你就让人家安稳地做生意啊 人家是开店 他们要开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你还要开店 拿出点气魄行不行 做生意凭的是本事吗 本事 人家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 还讲本事 摆明了是在跟你作对 还有 那个姓官的 什么时候勾得上普尔了 我不知道 普尔是你喜欢过的女人 他明明知道他还要强 娘 你在说什么 就算是那我能怎么样呢 我 大嫂 这事也不能怪武生 人家要开店是人家的自由 武生能怎么样呢 二爷 人要脸术要皮 这十里八乡的人都 都知道那个姓官的 在跟我们姓龙的作对 而且还说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家的少奶奶 成了官后蒲的人了 这还能活吗这儿 亏了连生不在 要是他知道那个姓官的 又勾得上了蒲尔了 那 喂喂 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店里 去店里干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 轩子 官家的药材卖得低 还给那些人熬药 他们也赚不了什么钱 只是样子好看 我不管他赚不赚钱 我只关心我们家赚不赚钱 大嫂 事情得慢慢来 不用急 这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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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 很厉害的 真正的 啊 不要 我们也没拿你当外人 你二叔身体不好 以后店里的事你就多费心了 沈子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沈子 连生什么时候回来 这两天家里闹得这么不平静 还是让他在外面多待几天吧 我就是觉得 他在外面待得太辛苦了 怕他受不了 我这双儿女真是让我操透了心了 如果我们连生能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婿 那真是阿弥陀佛喽 沈子 您说这话当真吗 我当真有什么用啊 我 我又不是他亲娘 再说了 我们连生要嫁 也得嫁个有钱有势的 是 是啊 是啊 大少爷 我给你送夜宵来了 你帮他 我也是那么给她按摩的 大能人那么说呢 其实她是爱你的 你别难过 候补 候补这个人我了解 她做人算是光明正大的 这个家姓龙 你要想姓关的 就放在心里面默默地想 不要说出来 出去吧 这是你的药 记得按时服用 谢谢小关大 不客气 没错没错人了 锦兴 你怎么来了 你在龙家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挺好的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你们开店一定要小心 龙大奶奶已经发怒了 如果她要对付你们的话 你们肯定吃不消 请转告普尔小姐 请她好自为之 我先走了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你能告诉我这个 说明你心里还有我 好想可以有事 那是一个人的 你能告诉我 我没有事 你才是亲自家 不许可 你还想想得到一个人 我去想不想 我去找人 还想不想 你必须要让我帮她 你必须要让她 我先想被她 比我强一百倍 你应该好好珍惜她 我 我和普尔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你敢说她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 普尔小姐是个好人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她 至于我 以后不会再见你 不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不 金星 我不要别人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 只要你 我们回不去了 一切都完了 我们回不去了 可以的 让我再想想办法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会再去龙家 我给他们双倍的钱 三倍的钱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爱上龙家大少爷了 是不是 他比我有钱 你爱上他了 你 是不是 是 不可能 老杰 这回怎么说 店里刚刚进了一批当归 账还没结 卖多少 就给要贩子结多少 整色怎么样 上等的东西 账配上还有钱吗 全进货用了 连伙计的账 都等着下个月才结 来 佛祖栽上 连伙已经做了十八天法事 请佛祖保佑 然后补爱我 然后补爱上我 请佛祖保佑 敬请佛祖保佑 给我一点明事 连生不求财不求瘦 但求姻缘 姻缘将近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 姻缘将近 姻缘将近了 请佛祖保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啊 这怎么能把这药材 都不能用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掌柜的 咱们店让水给泡了 什么 店让水泡了一夜 所有药材都泡坏了 怎么弄成这样的 浩浦 我们赶紧拿出去晒晒吧 没用的 浦儿 不用费力了 药材已经泡了一整夜 药材已经全没了 怎么搞成这样了 店不怎么就进水了呢 这票我们还没有付钱呢 怎么赔付人家啊 掌柜的 掌柜的 老钱不见了 什么 昨天晚上是他首页 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人 我刚才去他们家 人家说他昨天晚上就走了 浩浦 浩浦 你去哪儿啊 出去 出去 董伍生 干什么呀 你给我出来 出去 出去 干什么你啊 你给我出来啊 你给我 走吧 龙伍生 这不是无力群啊 马上你快走吧 你给我出来 出去 你们几个 停下来 快点 出来 干什么你 走走 龙伍生 出去 走啊 你给我出来 快点 快给我出来啊 走吧 走吧 出去 你干什么你 出去 你要干什么 快出去 快出去 龙伍生 没想到你居然用这种手段 你无耻 你卑鄙 你说什么 我说你卑鄙无耻 你 小三 让他说 你知道我在你对面开店 你就派人来用水淹我的药材 你要对付我 你冲着我来 你要陷害普尔 你算什么男人 我要陷害普尔 你别跟我来这套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 放开 放手 放手 别打了 放开 放手 别打了 你干什么 霍补 别打了 走开 龙伍生 老实点 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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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他 放开呀 龙伍生 你有本事 你就光明正大做生意 你背地里来这套 你算什么男人 饭可以胡吃 话不能乱假 光耗浦 你要学人做生意 就要什么人都提防 什么情况都要应付 如果你人没有问题的话 谁又能害得了你 再责怪别人之间 先问问你自己 那些你得到的 是你应得的吗 你说什么你 有哪个女人跟你的时候 会有好下场 你说 无声 你说了什么话 后普 咱们走吧 走啊 兄弟 来 把我找到 股口 但广主 许един 这是几个 的 所幸咱们龙家底子厚 亏得不多 师爷 我要是你 就不现在去碰钉子 大奶奶正在为药铺的事烦心呢 你现在去 就等于火上浇油 现在去的话 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着 还信不过我 这 放心吧 我要替你交账 免得你爱一顿骂 好 行吧 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殿堂 閃爲 您是什么 您遭遍 您的疑惑 该说 语言 一扑 你隔一扑 而是其他人鸟 他们准备过 我这也是推不过去了 亏了六百多块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沈子 您别着急 这事也不能怪周师爷 他毕竟是个伙计 不是自己家里的人 沈子 我觉得家里的生意 还是自己家人做比较好 我也知道这个理啊 可是你二叔的病刚好 不能太劳累 这五生又死活不愿意做生意 我一个女人家 也不能一天到晚往外跑啊 沈子 您要是放心的话 把当铺交给我吧 交给你 沈子 我来替你管理台面 我看着龙家这么大的产业 总是亏空 我心里难受了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一直想找一个报恩的机会啊 你的好意啊 沈子心领了 你还是把姬善堂弄好就行了 这个家产早晚五生要接受 我预备现在啊 让他去管当铺 那沈子 要不姬善堂我来管 五生两头跑 我怕他 那就更不行了 好不容易他熟悉了 怎么能放呢 等他熟悉了 都学会了这些之后 我还要把田产也交给他呢 航府 你干的好事 发生什么事了 他买通了回春堂的伙计 往他们店里灌水 害他们损失了上千块 五生 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怎么反而责怪我呢 你用这样的手段 别人怎么看我 怎么看龙家 行了 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哪个姓关的 也是该受点教训 俊杰 善后的事都做好了吗 沈子放心 人哪早就跑回老家去了 有个姓关的 老不 不是娘要说你 如果你跟俊杰对门做生意 你会说得连裤子都挡掉 我才不会用那些下流的手段呢 是 可是做生意就得不择手段 像你这么仁慈 早晚龙家就得给你败掉 收 收起来吧 好 这边放在那边 看什么呀 农普尔 连生 最近怎么没见到你啊 是啊 所以你趁薛儿入了是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想给我撞算 怪得我们龙家对你这么好 怪得我从小把你当姐妹一样看待 还要是 一家伤害了 然后就没有一家伤害了 并且有长一家伤害了 就不得我 现在的长谊 不得了 就是 对 不是 你不是不知道 我跟后普的关系吧 那么多行医卖药的你不起 你偏偏要请后普啊 请后普也就算了 你还让他住到店里来 你按他什么心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街上人 都怎么说你们 街上人怎么说 我可就管不了了 好 我刚走了这些天 你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不是不知道 我喜欢后普的 喜欢也要两情相悦啊 就算我不去找他 其他女人也会去找他的 我不管 你现在就把后普辞退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我们家掌柜的 怎么能说辞就辞呢 普儿 你不要脸 是谁不要脸呢 他要愿意随你去 早就去了 也不会到我这儿来 连生 请你骂人的时候 看看你自己 你 弄普儿 好 算我认错了你 算我哥认错了你 连生 怎么了 碰钉子了 你破儿这个戒指 可我以前对他们好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回事啊 人心割肚皮的 谁对你好 谁对你不好 患难的时候才知道 别生气了啊 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咱们喝两杯 走 干什么你 胆子大了吧你 敢对我动手动脚的 讨厌 来 练生啊 你跟我出去 我准保让你高兴 何必对那个姓关的小子动情呢 他就是一软骨头 谁是软骨头呀 他是啊 他靠女人吃饭 靠女人吃饭 那你呢 那你不是还靠我们家吃饭 吃了这么多年的吗 后普怎么了 后普再怎么着 也轮不着你说吧 等我押给后普 看你们谁还敢说他 讨厌 何掌柜那边怎么说 他 他 他 不肯让我们舍着 抛坏了的药 让我们尽快结账 店里的钱都拿去进货了 要是再付出去一千块钱的话 这个店 恐怕也就开不下去了 都是我 连累你了 不要这样说 把店开在龙家对面 是我的主意 我要去告他们 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 怎么告啊 难道就这么吃个哑巴亏吗 君子报仇 十年不外 不得了 周静心 大少爷你回来了 你吃饭没有 没吃饭我去给你弄饭 你心里恨我是不是 为什么要恨你啊 恨我害那个姓关子赔了钱 恨我坏了他的生意 不是吗 我从来也不恨谁 也对 光厚普和普尔在一起 你心里正难受着呢 现在坏了他们的生意 你怎么会生气呢 要是真的我替他高兴 别跟我说这样的场面话 我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我已经跟光厚普没有关系了 他是他 我是我 你以为别人是瞎子呀 你们背地里甜甜蜜蜜 亲亲爱爱 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亲亲爱爱 哪有的事啊 行了行了 我不想听你那点破事 可至少你也要想想 你是龙家的人 让你去姬山堂帮忙 你去找机会 跟你的旧行人见面 大少爷 就算要见面 也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是不是啊 大少爷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不承认 你三番五次地跟我说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牵扯不清 你要做了 就痛痛快快地承认吧 别老是在我面前 装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怎么了 让我说中了 怎么不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什么 他是他你是你吗 大少爷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去找他 是让他多加小心 我 多加小心 小心提防我是不是 你怕我 害你的心上人是不是 你也认为我龙五生 是那种 卑鄙下流的小人是不是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我跟你说 你说对了 我就是那个卑鄙小人 害得你那个新官的 赔得一塌糊涂 回你的房去 你爱怎么和我 就这么和我吧 去 是 一个周静心 就把你弄成这样啊 怪你还是我们龙家大少爷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早不晚 刚刚赶上一场好戏 就这么说 我去看你 我认识 有什么好 你看看他把你弄的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说谁呢你 说你呢 你看看你自己 都被她弄成什么样了 先不说这满城 有多少大家闺秀 想到咱们龙家来当大少奶奶 就是那烟花柳香的姑娘也比她强 谁说我喜欢她 硬 这话你可说了不止一次了 骗我呢 我傻呀 你看看你那眼神 满眼都写着嫉妒 分明就是不想让她跟别人在一起 你要是喜欢她呀 就该干点什么 做点什么 你在这里骂她有什么用啊 你不也下手了吗 有用吗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 你在外面做生意生意赔了 自己心爱的女人得不到 倒会往自己亲妹妹身上扎刀了是吧 好 我们走着瞧 看我到底有没有用 来 让一下 让一下啊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来 让一下 让一下